妈妈神秘地给儿子递上礼物 里面竟是几件女性胸衣 儿子的反应竟然是高兴 迫不及待想要穿上 接着妈妈又拿出两团毛线织成的馒头 说完便塞进儿子的内衣里 儿子摸着馒头 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不久之前 林子在柔道科训练时 被对手扯开了上衣 她下意识地尖叫 换来的却是同学们的嘲笑 从此以后 林子就成为了同学们口中的娘娘腔 回到家 她愤怒地砸着柔道符 然后躲在墙角痛苦 她不明白自己怎么了 妈妈被老师叫到学校 老师反映林子总是借口不上体育课 幸好妈妈非常了解自己的孩子 一个男孩 桌上全是时尚杂志和漂亮的东西 她坚决与林子站在一边 支持孩子的做法 晚上回到家 林子终于对妈妈说出了内心的想法 她想要胸部 妈妈没有意外也没有生气 反而安慰她 妈妈紧紧地抱着林子 她只希望 林子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于是妈妈送给她女性胸衣 还用毛线织了一对假胸 在妈妈的爱和呵护下 林子健康长大 并且顺利完成了变性手术 现在成为了养老院的一名护工 她温柔 大方 独立 除了护肌身份上的信息以外 和普通女性没两样 除此之外 她还有爱她的男朋友 沐生在一次林子照顾沐生母亲的时候 她温柔细心的样子 深深吸引了沐生 男人也好 女人也罢 沐生都深爱着林子的一切 这天沐生回到家 身后跟着一个小女孩 女孩名叫小友 是沐生的外甥女 而她妈妈是个极其不负责任的女人 经常不见人影 独自在家的小友就天天靠饭团和泡面生活 偶尔回家也是一副醉醺的样子 母女之间交流甚少 这天妈妈在桌上留下一张钱和纸条 小友知道 妈妈又离家出走了 气愤的小友只能来找舅舅 回去的路上 沐生先给小友打了预防针 家里多了一个女人 只不过有些不同而已 当小友真正见到林子时 还是愣住了 原来舅舅说的不同 竟是这样的 知道变性人是如何 超度失去的小勾勾吗 女孩好奇地拿起一个植物 女人告诉她 自己要支满108个植物 然后一把火烧掉 告别自己失去的小勾勾 也正是和曾经的自己告别 小友第一次见到林子时 被这个高大的女人吓住了 怎么看怎么像的男人 可她却又像女人一样温柔 还能做一桌子好菜 晚上林子让小友帮忙铺床睡觉 小友看到林子居然也有胸肚 满头问号 林子瞬间看穿 主动告诉她自己的身份 她曾经的确是男人 但现在她已经是个 真真正正的女人了 说着林子还想让小友 来亲手体验一下手感 小友虽然十分好奇 但还是忍住了 第二天 小友坐在公园的椅子上 她打开林子为她准备的便当 瞬间被可爱的饭菜惊呆了 她从来没有吃过 这么好看的便当 竟有些舍不得下嘴 晚上林子回到家 看到小友疯狂进出厕所 再闻了闻桌子上的便当 立刻就明白了 她拿来药 则被自己不该自作主张 为小友准备便当 可小友却说 听到这 林子忍不住拥抱了上去 可小友还不能接受和林子接触 便起身跑掉了 几天后 牧生和小友坐在养老院的椅子上 并给她说了林子的故事 这时 林子带来了饭团 小友迟疑了一回 还是送进了嘴里 可没咬两口 就恶心地吐了出来 没有母爱的小友 天天以饭团度日 以至于现在的她看见饭团就难受 当晚 小友做了噩梦 林子温柔地抱着她 唱着摇篮曲哄她入睡 第二天 林子带着小友来超市买东西 碰巧遇上了同学小海和她的妈妈 小海妈妈看见小友旁边跟着林子 便告诫她不要和奇怪的人在一起 听到这话 小友推开女人 拿着手里的洗洁精对着女人资个不停 结果闹到了警察局 林子一个劲地不停道歉 小友却倔强地不肯认错 回到家 林子教育她 不管别人说什么 都要吞到肚子里 努力忍耐 遇到十分生气的事时 她就会织毛线 一边织一边骂 直到怒气消散 林子和小友的关系逐渐深厚 她对牧生说 如果小友的妈妈不回来 牧生欣然接受 就当日子慢慢好起来的时候 小友的妈妈突然回来了 女孩不停地殴打自己的妈妈 责怪她为什么从来不管自己 自从上次被小海在超市里撞见之后 班级里的同学也都知道了林子的事 生气的小友跑出学校 她站在桥上 却突然看见了消失已久的妈妈 她急忙跑回家 以为妈妈回来了 回到家却发现依旧空无一人 失落的小友抱着妈妈的衣服不停哭泣 另一边 舅舅和林子真焦急地等小友回家 当小友回来 林子担心地问怎么一天没去学校 小友却说 妈妈也没有 便躲进衣柜里 第二天 林子给小友带来一个纸杯电话 两个人就这样隔着柜门 倾诉心中的秘密 小友终于开口 她告诉林子 昨天她看见妈妈了 但她却没有回家 也没有来找她 不久后 林子带着小友和小海在餐厅吃蛋糕 却被小海妈妈看见了 她向儿童辅导机构举报了林子 说居住环境对小友不好 工作人员单独询问了小友 还检查身上是否有伤 当看到女孩与林子的感情时 才放心离开了 另一边 小海的妈妈回到家 却发现儿子吞了安眠药自尽 原来 小海暗恋者自己的学长 为此还写了告白信 可还没等到送出去 就被妈妈发现撕碎了 于是她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不过好在被抢救了回来 医院里 小友告诉她 你妈妈不一定是对的 但你绝对没有罪孽深重 终于 林子的108个植物完成了 三人来到海边 把所有植物堆起来 林子亲手点燃 把过去的自己和回忆 烧了个干干净净 她向神明许愿 在把户籍身份上的性别更新之后 能够成功收养小友 可就在这天 小友的妈妈回来了 她是来带走小友的 舅舅恳请她 让自己收养小友 林子也真诚地拜托 可小友妈妈却轻蔑地笑了 她嘲笑着林子 说她连怎么选内衣和卫生棉都不知道 一个变性人 怎么可能承担母亲的责任 看着妈妈不停羞辱林子 小友立刻冲上去 一番逼问把妈妈说得哑口无言 最终她选择留下小友独自离开 可小友还是追上去抱住妈妈 答应跟她回去 小友终究还是想要这个妈妈 离开那天 林子送给小友一份礼物 小友回到家 看着原本乱糟糟的家 已经整整齐齐 但愿妈妈这次是真的不会再离开了 她打开礼物 里面是林子曾经的那对毛线胸部 曾经 妈妈把爱灌注进这对小小的毛线团中送给林子 而现在 林子又将这份爱传递给小友 既然自己无法成为母亲 那也要给足小友全部的爱 无疑林子是幸运的 她有包容一切的母亲 有爱她的男友 让她能健康长大 而现实生活中 或许大多数人会像小海一样 遭受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偏见 对于性少数群体 善意包容和平等相待 就足以让他们勇敢面对世界 毕竟我们没有什么不同